马丁博士精看到,可能安提科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一个美丽的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世界本来的样貌真的就是我们肉眼所看到的这样吗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 从显像管的黑白电视 到LCD的液晶显示器 科技把自然中的斑斓色彩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中 RGB风格的光电设备 赛博朋克风的都市霓虹 这些绚烂的色彩在我们眼中的世界究竟是不是真实的世界 在美国圣地亚哥当地 有一个名叫康塞塔·安提科的女画家 她的画作一直以色彩异常艳丽而闻名于世 翡翠绿、丁香紫、玫瑰红 就连普通阴影中的灰色 在安提科的画中都显得格外不寻常 在一次交流中 安提科的学生神经学家温迪·马丁问道 你为什么总会选择一些非常奇怪的颜色来作画 难道你没有看到普通的蓝色、黄色和紫色这些吗 在一番详细的攀谈后 马丁了解到 原来安提科所看到的蓝光、黄光和紫光 与我们常人并不相同 出于职业的敏感 马丁建议安提科去做一个视觉测试 随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杰奈茨博士 对安提科进行了视觉测试 他们惊奇地发现 安提科拥有超越常人的四种视锥细胞 它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四色视觉者 从理论上来讲 我们普通人可以分辨出约一百万种不同颜色的细微变化 而安提科作为四色视觉者 则可以分辨出大约一亿种颜色 所以安提科的画作才总是色彩异常的艳丽丰富 马丁博士经看到 可能安提科看到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一个美丽的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 人类的视网膜上存在两种感光细胞 视干细胞和视锥细胞 通常情况下视干细胞仅有一种 它可以让我们在阴暗的情况下看清事物 但视干细胞几乎没有任何色彩识别能力 所以我们回想一下 在昏暗的房间里 我们可以看见的物品摆放 可以看见桌面的书 但这时候我们看见的世界是灰色的 没有任何色彩 这就是视干细胞作用下看到的世界 而我们所能看到的那些万子千红的花花世界 则是由视锥细胞所主导的 它们能够吸收外界不同的波长 然后将信息传递给大脑 经过大脑处理后就会产生我们所看到的颜色 正常情况下 人类的视网膜上仅存在能够分辨红绿蓝三种视锥细胞 所以我们大部分普通人都是三色视觉 科学家研究认为 每种色觉的视锥细胞可以让我们的眼睛分辨出同一颜色下的大约一百级色调 因此普通人的三色视觉在理论上可以分辨出大约一百万种颜色 在二叠纪末期 爬行动物迅速的崛起 恐龙站上了整个食物链的顶端 因为恐龙是冷血动物 在夜间温度较低的时候 行动会变得非常缓慢 所以弱小的哺乳动物就被迫长期居住在洞穴里生存 咒服夜出 由于长期生活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中 导致辨别颜色的需求慢慢弱化 适应黑暗的能力占据主导 因此科学家就推断 哺乳动物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就将四种色觉视锥细胞中的两种演化成了面对黑暗更重要的视肝细胞 直到百恶级的终结 恐龙在地球上消失后 哺乳动物开始逐渐走出洞穴 灵长类动物开始在夜间休息 白天的大范围的活动觅食 有一种说法是 灵长类动物为了便于区分树冠上果实成熟的颜色 就逐渐又将一个负责夜视能力的视肝细胞 演化成了全新的红色视锥细胞 进化论的知识者认为 人类拥有三色视觉 就是因为继承了祖先灵长类动物的视觉细胞分布 而其他哺乳动物就没这么幸运了 它们依然保留了超越人类的夜视能力 甚至很多动物的眼睛在夜晚看起来都闪闪发光 但遗憾的是 它们大多数都是二色视觉 在自然界中 我们常常能听到保护色这个词 一些动物利用自身的条件 伪装成栖息环境色 来避免捕食者的侵害 一些猎食者利用周围的环境色作为伪装 便于捕食猎物 就像这样 凶猛的万兽之王在保护色中随时准备饱餐一顿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认为我脑子坏掉了 黄色的狮子在绿色的草间这么扎眼 真当那些牛羊野猪是傻的吗 其实不然 我们只是在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捕猎者的游戏 然而现实中在这些哺乳动物的眼里 画面是这样的 当然也可能是这样的 没错 绝大多数的哺乳动物并没有演化出第三种视锥细胞 所以整个哺乳动物家族 在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 几乎全是红绿不分的色盲 那么我们人类呢 对于一些有色盲症的朋友来看 这三张图片可能也是毫无区别的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由于自然界中的红色光源非常少 所以绝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没有演化出红色视锥细胞 所以蓝绿色视锥被认为是最原始的哺乳动物视觉系统 而由于某种不知名的特殊需求 导致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一组视肝细胞 从绿色视锥细胞中变异出了红色视锥细胞 虽然说很多人觉得红配绿是非常强的反差色 但是从人类蓝绿红三种视锥细胞峰值上 我们不难看出其实红绿两种颜色的关系是非常暧昧的 它们的敏感波长相差仅有30纳米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演化的稳定性不足 才导致了我们人类世界的色盲症发生 有研究表明一部分患有红绿色盲症的人 是因为缺失了红色视锥细胞所导致的 它们只有三种视觉细胞 即一组负责叶视的视肝细胞 和两组区分蓝绿的视锥细胞 而另一部分红绿色盲的人 则拥有两组负责叶视的视肝细胞 和两组区分蓝绿的视锥细胞 这种情况被部分科学家认为 或许是一种反组现象 这类红绿色盲症人群的叶视能力 就会很大程度上优于常人 1948年 一位荷兰科学家在研究色盲患者时发现 男性拥有蓝绿两种正常的视锥细胞 和变异的红色视锥细胞 但极其稀少的部分女性 居然拥有除正常的蓝绿视锥细胞以外的 第三种视锥细胞 和变异的红色视锥细胞 这些女性就是典型的四色视觉者 科学家在随后的研究中发现 四色视觉者比我们正常人多一个橙色视锥细胞 这也就意味着四个一百级色调相乘 他们能看到接近一亿种色彩 四色视觉者眼中的世界 比我们正常人丰富了足足一百倍 研究人员认为 四色视觉这种状况 通常是由于X染色体变异所引发的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拥有XY染色体的男性身上 则有可能引起色盲症 而发生在拥有XX染色体的女性身上 就有可能是四色视觉者 所以理论上来讲 四色视觉这种超能力 可能只会在女同胞之间出现 而男同胞们则会变成分不清红绿的色盲 我不由得心生羡慕 为什么大家都是变异 女孩子们就变得如此优秀呢 正当我遗憾自己不能把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 尽收眼底的时候 皮皮虾一跃而起大喊一声 在我眼前你们都是色盲 是的 科学家发现皮皮虾居然拥有高达16种视锥细胞 我呆呆的望着这个强盗几乎变态的家伙 不禁心生疑惑 这个世界的真实色彩究竟有多美